哈囉大家好 今天巴尼又要開箱了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文 副專業開箱文 是這個KRIGA的新產品 那型號是DUO28 簡單說就是KRIGA的28公升馬鞍包 那是今年KRIGA才剛發表的東西 今天真的有榮幸 感謝我們的 颱風不品贊助 才有榮幸大家可以開這個箱 那我們首先呢是看到 這個 那KRIGA的馬鞍包很特別 就是一向是遵從KRIGA它的一個理念 就是要可以做到防水的功能 所以馬鞍包當然是 普利瓦也有防水的功能 那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 打開來之後的配件有什麼東西 那 當你打開來配件之後 你會首先看到的是 它的一個包包 我先把裡面KRIGA的 兩個馬鞍包拿出來 它裡面會有一個 包裝用的一個包包 裡面會有包含兩個KRIGA包 送品書 還有我們等一下介紹的是勾子 還有這個 它裡面會附兩個 給你做勾頭用的 繩子 然後也是一對這種勾子 然後也是一對這種勾子 再來呢 這是 中間掛的 掛繩 那也是有勾子的部分 接下來呢 是說明書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的是 那KRIGA這個系列呢 它還有出 除了28公升以外 它同時也有出到36公升的 也就是說 一邊14公升 跟一邊18公升 它都有出到 那說明書是共用的 所以真的要請大家注意的是 不管是勾繩的方法 還是勾子的勾法 它在說明書上都會做一個比較詳細的介紹 所以說明書記得 一定要看一下 再來最重要的就是兩個馬鞍包的部分 那我們先給大家看一個 它像這樣子的馬鞍包總共會有兩個 一個 另外一個我已經先打開來看過了 兩個 兩個是一樣的 那它的皮摸起來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有種皮革的感覺 但是有點像橡膠的感覺 就是那種人工橡膠皮革那種樣子的感覺 它不知道是硬的 它特別的地方再來是它的蓋子的開關 它蓋子的開關 一般馬鞍包用的都是不外乎是拉鍊 或者是那種快踩的那種快踩 但是它這邊用的是用扣子的方式 就是從這邊你cover的地方可以扣到下面 可以扣到下面 製作這種方式的固定 可以看到一樣是這種勾子 那勾子的部分當然是可調長度 如果去配合說你今天的馬鞍包大小 以及今天內容物的大小 如果今天你覺得東西放比較少的話 你可以讓它呈現一個 這麼扁平的情況 那這樣子在行車方面的話 它所佔的空間會更小 所以行車方面影響會相對的更小 那打開來之後呢 我們會看到的是 一如Quida的橫按 一樣是以防水包的設計 去設計這款馬鞍包 那打開來之後呢 是用捲的方式 達到防水效果 先捲再扣 然後這裡面放滿東西 它就像是一個 可以側掛的一個 大型防水包包一樣 拆開來是一樣 裡面長的就是一樣 是這種白色的防水包的形式 這算是Quida家產品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盡量都走的是 以防水為主的 旅行包為準 那在快取性的話 相對於其他的馬鞍包 譬如說我們知道的 GIVI或者是一些其他牌子來說 這個算是比較 沒那麼 沒那麼方便 可是在短包世界的這個 地方的話 它的防水性又是相對的 是比較好的 也就是說它有一個機動性 不像硬殼包 它可能就是一定會佔的一定大小 它會是你裝的東西的大小 可以調整它的厚度 但是它有一定的防水效果 那缺點就是它的一個方便性 我們剛剛提到的 你畢竟是用這種帶子 你用鉤子的方式 它不會像是說像這種 快出來跟我一樣 會這麼的快速 那再來大家會擔心的是大小的部分 因為我知道裝馬鞍包 大家一定想說 這個東西會不會太大太突兀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其實後面都有跟你講的大小 我就念給大家聽就可以了 那我們看喔 這個馬鞍包的高度 是31公分 31公分高 它的厚度 那它的寬度呢 看一下 它的寬度是 也是31公分 它的厚度 最後可以達到是15公分 也就是說 其實你左右會 在騎車裝起來的時候 是多的是 各15公分 總共會增寬30公分 那15公分的話 其實 大家有興趣可以拿尺去量一下 應該從車尾巴對到車頭 是不會超過車頭的 大部分的車子 我們都可以滿 順利的裝上這種 這款馬鞍包 那我們這邊當然看到的是 這邊主要對應的 它的示範車桶是 Screenbird的光明 那Screenbird它也有一個 自己特殊的一個 軟包架 那 相當於是說 在Kriga 對於Screenbird 是最 最好的啦 有點像是 算是比較像 特別設計的部分 那 像是我的 Yamaha D07的話 也是可以使用 這款馬鞍包 不過就要去使用 特殊的一個軟包架 那其他車種 也是一樣的 沒有特定什麼車種 只是要注意一下 是說 你一定要準備一個軟包架 以防說 它的一個繩子 會覺得到輪子的一個情況 對 那今天的介紹 大概到此為止 那希望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量 我好像可以看一下 這次介紹的Kriga 一個新的馬鞍包 大家興趣的話 還是可以多問我 有其他問題的話 也不要吝嗇 可以在下面 做一些留言 今天也是謝謝大家的觀看 那下次我新東西 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拜拜 拜拜